对破坏新疆稳定大局的恐怖分子对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必须有雷霆手段 武警新疆总队六支队在反恐训练中突出奇快准狠四位一体战法运用 不断提升官兵的反恐能力 这是支队正在进行的反劫持演练 三名疾病分子挟持一辆公交车前往机场 一辆载有特战队员的警车快速接近被劫车辆 几十秒钟就控制了恐怖分子 以奇袭为主出奇不易的攻其要害 让敌人瞬间丧失抵抗直至崩溃 攻其不备才能出奇制胜 支队在反恐训练中突出奇快准狠四位一体战法 运用完善出十一种应急处置预案 要求全时人不卸装车不入库文警急动 这是快速出枪练习 队员们发现目标两秒钟内将短枪爬出 并完成一系列射击准备 这是特战队员常年练就的硬攻 也是快速结束战斗的关键 此外 全副武装十公里越野 投拳肘肘膝抗击打训练 以及武装球肚 高空锁降 野外求生等 都是队员们的必修课 我们不断研究新情况 探索新战法 形成新战力 保证在最短的时间付出最小的代价 完成任务